中文字幕 李宗盛 隨著年紀增長 很多長者都會發現 自己的膝蓋多了毛病 例如是關節僵硬疼痛 腫大變異 活動的時候發出聲響 繼而影響了活動功能 這些時候就要多點注意一下 自己會不會有可能得失關節 腿化性關節炎 關節發炎可以分為急性和慢性 而在長者裏面 最常見的就會是退化性關節炎 膝關節在長期受力下 活動摩擦而勞損 關節軟骨退化磨時 軟骨變薄 就會可能形成骨刺 關節變形失去彈性 導致關節疼痛、僵硬 繼而影響活動功能 而在研究顯示 50歲以上 慢膝關節退化性關節炎的機率是10% 而70歲以上的老人家 更加有四成的機會離患本病 特別是女性在更年期之後 由於荷爾蒙的變化 骨質流失速度加快 骨頭耐力差 就會更加容易出現這個病 而在臨床上 退化性膝關節炎 常見以下幾個症狀 第一是關節疼痛和腫脹 特別是在過度活動的時候 會更加明顯 第二是關節僵硬 而第三 因為軟骨磨蝕 而導致一個失關節活動的時候 可能會自己都聽到有些卡卡聲 而第四 由於關節變形 會導致無關節無法伸直 第五 因為患者疼痛而減少活動 導致大腿的肌肉萎縮 在中醫的角度而言 這個病屬於避症的範疇 特別是長者 隨日報入老年期 作用苦 氣血和精神等的生理功能 自然衰退 所以長者發病 多見以虛症和本虛飆逝的情況為主 由於體質虛弱 氣血不足餘養根物 會導致不穏質疼 又或者因為體質虛弱 更加容易感受外邪 外邪流著經絡關節 氣血行得不暢順 就會見到不通質疼 在治療上 可以根據病人的意願和情況 用中藥 針灸和手法治療 在中藥上 我們多用一個保肝腎 強均骨為治療的方向 經常用的劏方 有獨撥寄身劏 金桂腎 氣軟等等的廚方 而醫師亦會針對 不同病人的症狀和洩物 去做一個個體化的治療 而在針灸上 則以一個經絡和撞闊的理論 再配合一個現代的人體解剖結構知識 而針灸 拔罐和艾咎等等的方法 去疏通濕部的氣血 滋養撞腐 以達到改善患處的活動度 和減低疼痛程度為目標 除了中醫的治療之外 患者亦都要多些注意 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習慣 第一是避免長時間保持同一個姿勢 例如是盤腿坐和坐矮等 都要避免經常走樓梯 或者走斜坡等等的動作 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用一個適合自己高度的拐杖 去減輕以受損的關節負荷 而另外亦都要保持適度的運動 特別是老人家 我們會建議可以多些做游泳 太極 氣功這些比較低強度的活動 不單有助增加肌肉量 亦都可以有效控制體重 減低膝蓋承受的重量 去減慢耗損的速度 第一個介紹的就是膝眼穴 它是位於膝關節 是斌韌大兩側的粒陷柱 第二個就是楊寧泉 就是位於小腿外側部 肥骨頭前下方的粒陷柱 而第三個就是在我們人體的後面 的位中圓 它就是在我們膝蓋國華文的終點柱 除了是一個穴位按摩之外 大家平常也可以以暖水袋 暖敷我們的膝蓋 以上的方法有助改善膝關節的氣血循環 加速受傷經絡根密的修復 而改善關節功能 到最後透過適當的治療和自我護理 患者可以減少因為關節勞損而引發的症狀 改善關節的活動能力 和減低生活不息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